大家好,我是小赛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蘑菇非常好吃的新吃法 香酥蘑菇 这样做出来的蘑菇又香又脆 一点也不油腻 口感外酥里卵,特别的入味好吃 下面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制作的吧 要想做好这道菜 首先我们的选材就特别的重要 我们在选择蘑菇的时候 要选择这种蘑菇 这样的蘑菇肉质比较厚 我们在炸制的时候不容易被炸糊 先把蘑菇的根部切掉不要 因为根地比较硬 吃起来会影响我们的口感 然后把蘑菇处理一下 将蘑菇摘成小朵 掰好蘑菇后 我们把大朵再撕成长条 全部处理好之后 加蘑菇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在碗里面加入清水 清水没过蘑菇 再加蘑菇清洗干净 把里面的杂质与脏东西清洗干净了 清洗干净之后 将蘑菇捞出来控干水分 再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放一盘备用 接着准备4粒大蒜 用刀将大蒜拍碎 拍碎之后 再改刀将大蒜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 放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根小葱 将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 跟蒜末放一起 起锅烧水 往锅中倒入清水 水开之后 下入蘑菇 将蘑菇焯一项水 这样可以去除蘑菇的异味 还可以减少蘑菇的杂质时间 将蘑菇大概焯水 30秒左右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 用一个大蒜末 用一个肉勺 用一个肉勺 将蘑菇控水捞出来 沥干水分 放到凉水中过凉 再用手将蘑菇抓洗几下 过凉后 用手将蘑菇捞出来 将蘑菇挤干水分 把蘑菇捞入一个大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两勺玉米丁粉 再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让每一小朵蘑菇都裹上玉米丁粉 抓拌均匀之后 接着往里面倒入一个鸡蛋 再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之后 再把刚才切好的蒜末葱花加进来 再加入少许的食盐 加入少许食盐 让蘑菇先入个底味 再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我们来看一下 将蘑菇抓拌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下面准备长蘑菇 将锅烧热 倒入食用油 这里油要多一点 油了之后 把瓜葱的蘑菇 一个一个的放进油锅里面炸 蘑菇干放进油锅里面的时候 先不要大幅度的去搅动 蘑菇炸至定型之后 再用勺子轻轻的推动一下 将所有的蘑菇都受热均匀 在炸至的过程中 我们全程开小火慢慢的炸 直到把蘑菇中的水分 全部都逼出来就可以了 在炸至的过程中 我们用勺子不停的翻动 防止蘑菇炸糊 加蘑菇炸至金黄 加蘑菇炸至金黄 加蘑菇炸至金黄的时候 用一个肉勺 加蘑菇 捞出来 控干油分 翻一盘 备用 将油温 将油温升至八成热的时候 我们把炸好的蘑菇 复炸一遍 大概复炸30秒左右 这次复炸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散色 让蘑菇的颜色更好看 也是为了尽量 逼出蘑菇中的水分 我们吃起来会更加的酥脆 将蘑菇炸至金黄 时间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 加蘑菇炸成这样金黄酥脆 就可以了 用一个肉勺 加蘑菇捞出来 控干油分 放入一个大碗中 然后碗里面 少许的紫囊粉 再少许的浪姜粉 然后将其煸拌均匀 最后少许的烧烤粉 把炸好的蘑菇 装入一个盘子中 我们端上桌 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香酥蘑菇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香酥蘑菇 色泽金黄 看着非常的有食欲 闻着也特别的香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 就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做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